你 没想到这九劫边竟如此厉害 若不是他为我挡着一下的话 怎么 我不是你想反悔 你可别忘了 齐悦还在我手上 怎么会呢 本姑娘当然要好好治一治你 你贼 好 上次结果太丢脸了 这次我一定要忍住不教 别乱动 你说你呀疼就叫出来 瞅什么呢 我 我甘之为 你这个伤口太深了 得需要消毒缝盒才行 但逢无妨 让你继续装 你不是能忍吗 那麻沸伞 就不必了 疼就叫啊 又没有人笑话 这点小疼疼 我让 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 墨璇姐姐 你看到我娘亲了吗 你呢 居然背着我 传授小夜医学绝招 实在太过分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夜雪 我刚刚好像不小心把破相伞 混入这药丸里了 非常抱歉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是又怎么样 你救我一命 我给你治病 互不相欠 再说了 这破相伞不会危及你性命 不过 你要是答应我 不再祸害姑娘 改邪归正 我就可以把解药 和雪莲丹给你送上 否则的话 怎么 否则毒发之后 你就会整个脸肿成猪头 再也不能用这副皮囊 祸害女子 多虑了 我绝不会祸害其他的姑娘 真的 要祸害我也祸害你 滚 死性命 我告诉你 你若不怕肿成猪头 你就给我试试 告辞 等等 我可没允许你离开 行 你就不怕破相伞将你毁容 你舍得吗 你 行 你放弃吧 你没小小的毒针可伤不容易 我不是用来伤害你的 我是要伤害我自己 卑鄙 公子他 公子他 放心 伤口我给他处理好了 他失血过多已经躺下歇息了 记住 千万别打扰他 谢谢姑娘 你为什么背着我传授小叶是吧 你不认识 走 你要给你做好吃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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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青罗呢 已经回房休息了 你笑什么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看什么呀 怎么了 羽青罗